至何者不以山海为远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 遥远的新西兰与中国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密切 这其中既有经济合作 也有着真情交流和民心共振 普通民众既得到了实惠 也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互信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 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 今天我们继续跟随精彩一带一路的记者 走进新西兰 看一看一带一路倡议 如何从理念转化为实践 爱吃奇异果的人呢 对加配这个品牌一定并不陌生 它是全球知名的奇异果品牌 那么我现在就在它位于 新西兰陶狼家的一个培育中心 这里是一个新品试验的大棚 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挂的奇异果 就是它针对中国市场 最新研发的一个新品种 中国人喜欢洗清的颜色 我们培育的这个品种的奇异果 从颜色到口感都比较具有中国特色 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目前中国市场有90%的进口奇异果 来自新西兰 在西克松大叔的种植园 种着上万亩奇异果树 当得知我们是来自中国的采访团 西克松大叔显得很兴奋 拿出了自己在中国旅游时背回的瓷器 并给我们介绍 曾经到他农场学习奇异果种植的中国技术员 我很喜欢中国 我到中国时特意找我自己种的果子 通过上面贴的码 我可以认得出来 希望你们能喜欢 也希望能再到中国 我们彼此能了解的更多 奇异果的发源地就是中国 我们每年都会去中国 找寻不同品种的野生奇异果 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往来 也是一种食品文化的交流 贸易往来加深了两国的交往 而交流互信又促进了更深的合作 现在越来越多的新西兰企业 表现出与中国合作的强烈愿望 新西兰以中小型企业为主 开拓国际市场能力有限 看到这个巨大的需求 2015年马尔堡研究中心 与天津市科委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在食品保健品 生物技术和科技信息等方面 开展交流合作 越来越多的新西兰中小企业 期望能够打开中国的市场 我们与天津的合作进展很顺利 目前已经有10家新西兰企业 达成合作意向 朱立峰是新西兰的中国留学生 她与同学共同研发的一款智能定位系统 获得了2016年新西兰创新创业大赛的冠军 并在新西兰国家博物馆应用 最近通过马尔堡研究中心的优质资源平台 获得了一笔来自天津的投资 他们计划到天津发展 将两国企业的需求整合开发 我们已经在天津注册公司 专注于搭建天津与新西兰的交流平台 帮助双方更好的交流 在一路的采访中 我们也发现 越来越多的新西兰企业热衷招聘中国人 专门开拓中国市场 温迪斯是新西兰一家 有着30多年历史的冰淇淋品牌 正打算进入中国市场 而首站就选择天津和上海 从国家间的合作到城市间的交往 共建一带一路从倡议变为行动 从理念转化为实践 并在新西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两国人民交往 从商贸投资逐渐延展 马尔宝和天津都有港口 贸易往来很便捷 期待与天津能在现代农业 科技等方面有更多的合作 期待两个城市能有进一步 更深入的交往 目前中心双方交流合作 硕果累累 中国是新西兰最大的海外留学生来源地 第二大海外游客市场 两国友好省州和城市增加到34对 一带一路建设打破壁垒 拉近距离联通明星 为企业走向全球创造条件 为学子游客行走天下提供便利 也让世界各地丰富多彩的商品 技术和文化交流融通 共同繁荣发展